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只有七名 世兄的女主小童 火灾中毁容的地狱男爵 用鼻子吃饭的智障大个 发狂就飙脏化的金发男 还有一对奸生的双胞胎男孩 面对阴森恐怖的学校 行为举止怪异的同学 还有肆意体罚的校长 小鹿苦不堪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小鹿的室友地狱男爵 是个天文迷 她把卧室布置成星空 小鹿每晚望着繁星入睡 成了她心底的最后一丝迎镜 女主小童是个不安分的女孩 不停地惹事 校长体罚的小棍 似乎就是给她准备的 一次 她溜进校长办公室 偷了校长媳妇的身份卡 小鹿两人发现 卡片上的名字 根本不是校长媳妇的 这是个伏笔 小童这里对小鹿展开了一波勾引共识 她刺激小鹿 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你是个女的 要么你怎么不敢摸我呢 小鹿争自我证实 却被校长媳妇的敲门声打断 学校发生了凶杀案 金发男被吊死在浴缸里 小童找到小鹿 对诡异的学校 和指挥教圣经的校长提出质疑 她怂恿小鹿两人趁乱逃跑 两人逃跑途中 不幸被门卫大叔发现 逃跑计划就这样夭折 最后小鹿来了一波 卖队友明哲保身 小鹿又免不了遭一顿体 学校因人手不足 校长趁机策反小鹿 她说小鹿是个邪恶的女人 杀了自己的亲哥哥 而金发男的死也不是偶然 小鹿被成功策反 走马上任 当起了同学的保姆 照顾好同学的小鹿 正于回房间 却被小鹿叫住 她说出了自己 杀死金发男的事情 目的是自己趁乱逃跑 然后小鹿用杀死大个 来要挟小鹿 穿上外婆的礼服 小鹿化了妆 小鹿剪了短发 两个人挽起手 跳起了探个 夜半 小鹿被一直营绕的噩梦惊醒 她发现大个死了 之后跟踪校长媳妇 发现了真正校长夫妇的尸体 紧接着 又目睹了假校长的凶残杀戮 杀了大个儿母亲 杀了假校长的媳妇 又杀了门卫大叔 场面一度十分残忍血腥 假校长最终发现了 穿着礼服的小鹿 但是他并没有要杀小鹿的意思 他道出实情 自己是个杀手 大个儿就是自己 指使校长媳妇杀死的 来到这里的孩子 都是被父母抛弃 准备剥离他们的生活 继父和假校长的约定就是 永远不要让小鹿 打扰自己的生活 假校长和小鹿 整理好尸体 准备一把火烧了学校 烧死楼上的孩子 小鹿看准时机 一波反杀看翻假校长 小鹿救出了地狱男爵 和奸生双胞胎 他把小童骗进房间 反锁在屋里 Jacob 为什么你对我做这些 因为你杀了Fredger 我爱你Jacob 对 所以我告诉你 你把宇宙的宇宙 再见 小鹿脱了碗礼服 走出火海 父母文讯都来接孩子 小鹿不忘对地狱男爵的继父警告 小鹿也被接回了家 一直营绕她的噩梦 也得以完结 年轻漂亮的外婆 和一些人 被德国人囚禁 为了满足她的特殊癖好 外婆借了同被囚禁女孩的指甲刀 每天都用指甲刀上的错刀磨牙 终于有一天 外婆的牙齿磨尖了 军人带走了外婆 然后 外婆咬断了军人的脖子 鲜血染红了礼服 母亲的惨叫中 小鹿用假校长留下的毒药 终结了脊肤 影片在小鹿邪魅的校中结束 小鹿不仅遗传了外婆的美貌 同时也遗传了外婆的勇气 外婆面对荒淫的德国军人 她磨尖了牙齿 小鹿面对暴虐的杀手 偷偷藏起了刀 虽然看上去都颇为血腥残忍 但是 还是忍不住为这样的复仇喝彩 本篇不同以往恐怖电影 更趋向解析人性的恐怖 残障滞胀的问题儿童 被父母视为累赘 竟然买通杀手 把孩子剥离自己的生活 人心的冷血和残忍可见一斑 好了 谢谢观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电影新知识 关于电影 剧情听我说 片花跟我看 关注订阅我们 获取更多最新有视资讯 以及更多精彩电影解读